好像有一個電視劇集叫做《來生不做香港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也有人說來生不做中國人 看到台灣的大選選了蔡英文做總統的時候 都有一點點的感受 當我們看到台灣他們在人民 大家投票選總統 選他們立會裡面的成員的時候 雖然平時你見到在議會裡面他們甚至打架 但是在整個這麼多的投票過程當中 是這麼順利的時候 你不得不退羨慕佩服 大家都是中國人都是黃皮膚流著同一個血液 但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夠有這樣的機會呢 在網上有一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台灣人說我們今天投票 晚上就知道結果了 多快 中國人在冷笑 算到什麼 我們今天投票 但是投票之前的晚上 我們已經知道結果了 香港人心裡想 那又算得什麼呢 我們從來都沒有投票 但是我們一早就已經知道結果了 你覺不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諷刺和可悲呢 蔡英文在他的演詞裡面 有幾段是很觸動我自己的心的 他說在2016年我們有一次透過民主選舉 向全世界展現 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驕傲 以及身為台灣人的光榮 我們都再一次地告訴了國際社會知道 民主的價值已經深入台灣人的血液 民主的生活方式 將會是2300萬人永遠的堅持 他說人民期待的是一個更加願意傾聽民意的政府 一個決策更加透明的政府 一個有能力解決困難照顧弱勢的政府 還有一個肯堅定捍衛國家主權的政府 這些說話真是鏗鏘有聲 你看看我們過去無論哪位特首的演詞 當然也有人跟他執筆 但有沒有寫得這麼鏗鏘有聲呢 今天選舉的結果是台灣民意的展現 中華民國作為一個民主國家 在2300萬的台灣人民的共同堅持 我們的民主制度、國家認同和國際空間 必定是要被充分的尊重 任何的打壓都會破壞兩岸之間的關係的穩定性 某個程度都是一個宣戰 接著在他自己的Facebook裡面 他向自己的國員下了一個很特別的指令 可在這裏我要以總統當選人的身份 也都要以黨主席的身份 對民主進步黨全體的黨公職人員 下達第一個的命令 謙卑、謙卑、再謙卑 這裏看得很寶貴 及後又說到 我要以總統當選人的身份 鄭重呼籲任何人 必須尊重這份的自由 是什麼的自由呢 就是保障所有國民自由選擇的權利 我們會看到今天朝代的兄弟 想不到連立委裡面那些議席都已經失去了 這次真的整個的朝代來變天 民進黨他們都得到很多很多的議席 反而國民黨已經退下來了 雖然他們會說深切反省 但是其實過去裡面那種的內鬥 那種的不堪 真是令到人民沒有死氣去 人民期望有這個的機會 可以再離大去翻身 雖然有人說 你當日就是離大去選了一個人出來 那當日你就選了陳水扁 那這個是很好的 但結果出來的後果是什麼 就是貪污 對呀 但至少我們看到陳水扁會坐牢 至少我們看到四年之後 就是陳水扁第二次已經被淘汰 然後由國民黨馬英九來帶去執政 這個就是人民自己可以自決去選擇的權利 我不相信我們香港人 是比台灣人的知識水平低 因為我們的道德或者我們的皮靜 是比台灣差 為什麼我們沒有機會 來帶去自己 來帶去選擇一個 我們的特首呢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可悲 所以我覺得 我們做香港人有時候很無奈 第二方面給我們看到 就是一次的失敗 不等於永遠的失敗 陳水扁 他帶來了民進黨一個很大的破壞性 令到人摒棄 但蔡英文你不得不承認就是他真的有料 在他之前有很多元老級的人 但當他要收拾這個爛灘子 經過幾年的時間 終於這幫人都口服心服 不會像國民黨一樣 突然之間又要換柱啊 不知所謂 他可以真的來帶去掌管這個大局 他可以扭轉了他們的劣勢 我記得當日 蔡英文去敗選的感言 都令到我們很觸動 他有一部分 他是這樣說的 我們要堅強 我們一定要比誰都堅強 我們是民進黨 我們過去在面對挫折的時候 我們從來沒有倒下過來 以前不會 這一次都不會 這一次是只去競選總統失敗 四年前我們曾經是這樣 這麼絕望 但是我們咬著牙筋 整個黨團結一齊 在四年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我想最重要的名句大家會記得 我相信大家都很難過 你可以哭急 但是不可以洩氣 你可以悲憤 但是不可以放棄 我們要像過去四年一樣勇敢的 並且充滿了希望 我們要為這個地土打拼 你記得四年前的演詞 但是今天他會叫人們抹下這些淚水 勇敢的去面對前面的挑戰 你再想一下 原來有時候不是單單做台灣人 你有外國國籍 你會差很遠 你看到 即是李波 原來他因為有英國的護照 所以英國人會跟他來帶他出面 桂民海 因為有瑞典的護照 即是國籍 所以瑞典會為他出聲 但是不要忘記還有三個香港人 我們都說不出他的名字 他們已經被失蹤了很久了 有沒有人提及他呢 國內有沒有這些回應呢 雖然我們看到這些回應是我們不會相信的 即是桂民海出了那些片段 但是已經被網民來夾了圖 其實分段來拍的 連那件內衣灰色和黑色都可以不連戲 頭髮又剪過 即是 就好像有人說 就好像IS裡面 你要來逼他講話 我就講 我想稍為有一些知識的 或者有分辨力的人都會相信 縱使這些的人 他們拍了的電視片段 或者李波寫了的家書 但這個是否真是甘心情願的來帶他去寫呢 即是他可不可以不在中國國土裏面 在一個獨立的地方裏面 在受保護之下 他可以暢所欲言的時候 你猜他是不是講同一番的話呢 但你見到 我們失蹤的那三個香港人 我們沒有很積極的為他來出聲 是沒有的 所以原來這件事件的時候 我想他們要把這三個人被失蹤的時候 這五個人被失蹤 其中這兩位 他沒有想過他們原來有這些護照 竟然成為一個國際的事件 所以在這個輿論底下 無奈地有這些片段出來 會有這些家書出來 為什麼李波的家書會每次都在 我們稱為民間欠佈的星島 或者頭條裏面才會出現呢 這樣 誰給這些料呢 即是那個作用在哪裡呢 我想明眼人一見就會見到了 好 但我又看回聖經 現在大家都對著蔡英文有一定的期望 那麼你留意回國民黨 當日馬英九上台的時候 都很高民望的 但是 仍然有一件事好 至少他在道德上面 沒有什麼人來找到他 譬如貪污啊 收受利益啊 這些這樣的情形 蔡英文都有的 不過他現在就不去提 都有人揭發到他 即是買地那裏有問題的 但是因為你真的沒有這樣的能力 於是人家就摒棄你咯 那你會看到 喂 蔡英文都有很多的承諾 但當日不要忘記梁振英 他都很高民望的 所以他就說咯 當日如果我出來選的時候 我這麼高民望 我都會當選 我絕對認同韓振英這句說話 當然這個民望是從東方太陽那邊 一路鼓勵他 現在看Dream Bear的報道就行了 那你要再看回的時候 他就這麼說 他就這麼說 現在我可以來 但是去面對人民的選舉 一人一票 你以為他有沒有把握 他可以當選 我很肯定他沒有 縱使可能很多人買票 那麼蔡英文現在高票當選 但我們都不要太大期望 在傳導書裡面 有一段經文好像是一些預言來的 傳導書第四章的第十三節 貧窮而有智慧的少年人 勝過年老不肯立鑑的愚昧王 這個人從監牢裏出來作禍 在他國中生來懸是貧窮的 但我見日光之下一切行動的活人 都隨從這第二位 就是起來代替老王的少年人 他們所治理的眾人 就是他的百姓多得無數 在後來的人尚且不起悅他 這時虛空也是暴風 我就想起陳水扁 都是貧窮出身 但是很多人很喜歡他 但最終他發覺他有問題 就放棄他 所以我們都不要對這些政治人物 這麼大的期望 但我們不可以因為這樣延貝而放棄 我們又會看到太陽花學運 而產生的組織 這個就是時代力量 竟然拿到五席 即是議會的議席 那究竟我們的雨傘運動 會不會都可以拿到這些議席 我們儘管的 來帶他拭目以待 在說話 感谢观看